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是在堂庆之前几天发的梦 而且这个梦是在我凌晨之前 因为当时有很多画面 但是最清楚的就是有一个声音 就在那个梦里面 那个声音很大声的在我耳边说 拿回来 所以当他说拿回来的时候 我的灵里面是颤抖的 所以我就醒过来 我就想刚才拿回来是拿回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梦里面 我很清楚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说拿回来 所以我当然就跟我的核心 跟Pastor Amos跟我的核心分享 所以我很深的分享 到底神在跟我讲什么 然后神其实就透过 我Pastor Amos还有我的核心 他们就跟我一起去思想 到底在这一段的日子 或者说这长期以来 有什么东西是我失去的 是我放下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探讨 然后我就很深的感受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 或者我们因为人事 或者因为某种的原因 我们可能会放下我们的日情 放下我们的意象 放下了神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当时我就心中很笃定的知道 神要我拿回的是他给GA的意象 他给GA的那个托福 还有给GA的他盼望他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中知道 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个梦里面 给我们体会的 而且我们就说从设议 然后就是要焦点回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我们要再一次的把东西赎回来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专注在耶稣身上 然后拿回属于神要给我们的东西 对啊那牧师其实这一件事情呢 也真实发生在我们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Enotation 他真实经历再赎回这个的能力 那Enot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 在这十月份呢 我经历了这个再赎回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感觉的 因为在这十月份呢 我不单是赎回了我的事例 也赎回了我的事业 若不是因为主耶稣 我真的是赎回不到 是 是啊 Enot那一天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请他上来主人牧师的话 我们一起来谈 为什么呢 因为Enot在年头就是2020年 年头的时候他发生一场车祸 这个车祸呢 其实正是弄到他的眼睛 因为那个玻璃真的就是割伤他的眼睛 还有他整个眼睛的周围都是被玻璃割伤的 还有眼球 所以当时他在很危急的晚上呢 打电话 然后只有我的女婿接到他的电话 所以他就冲到医院呢 就陪他动手术 然后整晚在那里 然后马上要换医院嘛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Enot的情况 我当时听了之后 心里是非常心痛的 因为真的很痛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 然后我们也真的开始祷告 呼求神来帮助Enot 我当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在30岁的年纪 我没有想过我会失去我的势力 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其实我内心是接受不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一直问神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选择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圣灵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我 要忍耐 要选择相信神的恩典 神的意志会领到我 所以我就凭着这一点 继续持守地抓紧神 紧紧地依靠神 听你这样讲 真的可以真实感受到你当时的无助 还有煎熬 五个月的时间 那其实你是怎么样 从这么低的一个状况里面 再一次地站起来呢 那我内心是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要紧紧地跟随神 所以无论是教会的 线上小组 线上崇拜 还是门徒培训 我都紧紧地跟随神 那我非常感恩就是说 有我弟兄的再送 David常常再送我去医院复诊 那在我手术的时候 我的树林父母 常常过来探望我 安慰 鼓励 还有为我祷告 这都是当时候我在受 那个手术过程的那个过程当中 非常大的力量还有帮助 是 所以我也记得 Enoch当时去医院的时候 真的是 就是很煎熬嘛 然后他回来 其实这个眼睛就盖着 可是他就单眼 单眼来小组 单眼来崇拜 单眼来做每一样事情 或者带他自己的门徒 所以他都没有间断过 然后当我10月份听到你的见证 您分享一下 到底10月份发生什么事情 好 2020年一开始 公司就为我定制了一个 很大的业绩目标 比起去年增加了80% 可是在年初的一场车祸 再加上当中的行动管制 我有5个月的时间 不能回到办公室工作 那5月份 我一回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我的上师又告诉我说 除了原先定制的目标 他还要多加10%的那一个业绩目标 我当时候的心想 这应该是办不了了 到年尾的时候 我在想一下 要怎么样来解释说 今年为什么做不到 但是感谢神 神的恩典 神的奇迹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份 我不但是完成这一些目标 连那多加的10%目标也完成 同时间呢 我的上师也告诉我 我被升级了 我升级了 那我的眼睛的视力呢 也逐渐恢复到90%了 所以我心想 哇 这是很大很大的被赎会 很感恩 很感恩 所以尔诺现在的眼睛 是可以看到超过90%以上了 他只要换一个眼镜就可以 然后还可以在职场 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突破 还生子嘛 所以我觉得当我听他这样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到月色 因为月色也是一个很可怜 就是被家人拒绝嘛 所以其实我们的逝去 可以从很多层面 从你眼睛车祸 从你不能工作 还有行动管制令 种种的原因 还有月色是被家人出卖 被他的兄弟出卖 可以等于是说失踪孩子 因为他爸爸都不知道 他被卖到哪里去 结果是卖到埃及 但是我觉得神 真的有奇妙的带领 因为月色在埃及呢 虽然经过很痛苦 也下过监牢 然后也被引诱过 差点犯罪 可是月色很难是有底线的人 还有呢 他是有目标的人 他是一个有愿望的人 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 所以在月色的一生当中 你就看到他最后呢 可以帮到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雅各家 70人来到埃及 在一个饥荒里面 他可以帮到这个家人 救回他的家人 因为他成为了法老很重要的 一人之下的一个宰相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可能会失去很多 但是我觉得有些底线一定要做到 就是我们要紧紧跟随神 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是怎么样的一个呼召 所以我觉得 以诺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跟月色有一点点的相似 因为你都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所以你在很困难里面 你真的没有放弃神 然后你还是跟着线上崇拜 小主 然后带门徒 我觉得这个生命 神都看到 所以他让你在短短的十个月里面 一个大的翻转 我今天在这里 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要再赎回 是可行的 但是你的生命 真的是需要有一些的 生命的素质要在哪里 你怎么样跟神 你怎么跟教会 你怎么跟你的上位者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相信有神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这样子的discipline 我们说 结束圣灵的一个节制的果子 真是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呼吁大家 一起来赎回我们过去所逝去的 是 弟兄姐妹 今年就是我们再赎回的一年 就像牧师所说的 我们要设定好我们生命的界限 紧紧抓着神 不管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都不放弃神 那将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从仇敌的手中 全部都赎回来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 主人牧师的话 再见